您好 欢迎收听7月11号的民事Podcast晚间即时新闻 威政集团董事长吴明达 昨天下午在大同区一家三温暖被人连开五枪 手脚各种一枪 小弟的右脚也中弹 送一出后没有生命危险 而枪手随即开车前往派出所投案 还早人把犯案的座车开走 枪手共称因为不满经营的咖啡店 被吴明达的小弟索取保护费才愤而行凶 但说辞疑点重重 警方不排除幕后有藏镜人 昨天宪法法庭首度开庭针对战时处分攻防 激烈辩论三个小时 立法院国民党团今天抱怨是一个武器不对等的围殴场 还说大法官全都跳下来帮民进党助权 但是绿委反击国民党面对违宪争议自己招架不住 对大法官进行斗争 而黄国昌在宪法法庭上答题的时候被质疑 一答问答 对于反咨询的定义也无法清楚说明 立法院蓝白两党今天讨论成立进口鸡蛋调查专案小组 不只针对超私进口蛋讨论 也打算针对所有进口蛋展开调查 因为蓝白两党人数优势强行成立调查小组 立委搬出了法条狠狠打脸 立委邱义营陈廷飞 蔡逸宇还有赖瑞龙以及邱志伟轮番上阵 怒轰蓝白两党带头违法 只见赵伟杨琼一脸尴尬选择不回复 瑞银立委最后也选择集体退席抗议 云林县北港武德宫去年造访人数突破800万人次 上万人向财神求签解惑 苗芳今年引进了AI系统 30秒就能协助民众知晓文言文签诗的寓意 减轻员工工作压力并且提升整体效率 武德宫使用AI解签 有人担心妙工会失业 也有人孙说电脑怎么可能懂得神明的旨意呢 但是也有使用过的民众分享 AI解签句句说到新坎里 今年夏天热得受不了 不过有过敏体质的民众可以趁这个时间进行冬病夏至 各地中医从今天起推出了三幅贴 透过温热药材加上夏季高温来刺激隧道 提升免疫力 最近挂号数比以往同期 成长了两到三成 中医师特别提醒可不是贴完就没事哦 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灼热感甚至是涨小水泡 医生也呼吁水泡不能够挤破避免感染 而且这也代表三幅贴吸收良好 台积电今天收1080元再创新天价 加上金融股进阳带动了台股大涨了382.95点 涨幅总共是1.6% 中场来到了24,390点的历史收盘新高 要提醒大家去北美旅游住Airbnb一定要小心被偷拍 美国媒体CNN披露 众多不像房东会在房间浴室安装隐藏式摄影机 偷拍客人私密时刻 美国加拿大警方扣查了上千张的偷拍照片 还有大量影片 但有的已经被上传到成人网站 比起保护消费者 Airbnb官方被抓包反倒积极的施压受害者和解 签署保密协议避免案件曝光 律师也提醒早在注册的时候 Airbnb的服务条款就明令禁止消费者提告 出了问题也只能走仲裁管道 国防部长张宇成今天正式加盟 副班汉将穿上了99号的球衣亮相 而备受关注的史上最大约也出炉了 张宇成和汉将签下了3.5年9250万元 平均月薪是220万的巨型合约 针对这个价码张宇成说 球场上的表现才是他努力的重点 领队林华为表示 去年知道张宇成有想回台湾的想法之后 就邀请张宇成考虑回台湾发展 今年6月终于点头同意 相信张宇成的加入可以提升汉将的实力 跟职棒整体水准 以上新闻由民事新闻部制作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新闻内容也请上民事新闻官网搜寻 感谢您的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